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歌影双期的大明星 李湘岚得到这个消息后 跳上一辆黄包车 漫无目的地在上海的街头 兜着圈子 欢呼的人群 燃放的鞭炮 一面面中国国旗被升起 一面面日本国旗被踏在脚下 这一切都深深映入 李湘岚的眼底 他流泪了 不久 李湘岚被关进虹口的收容所 面临汉奸罪的审判 理由是身为中国人 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 冒充中国的电影 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 背叛了中国 不久 小报上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文化汉奸李湘岚 将于12月8日午后30 在上海国际赛马场 枪决 李湘岚只能说出了 他隐瞒了十几年的身世秘密 我是日本人 这是一首广泛流传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老歌 叶来湘 当年的作者李景光 参考了中国民间小调 把他谱成了轻快的曼轮榜 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 传唱到大半个中国 李光街的企业人就说 他就1944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在那个摆带工作 那个天气都非常热 那么他就把唱片唱的后门开开 透透空气 门一开就好一阵南风吹来 那么远处呢 那正好有夜音在这个提叫 所以他的灵感就来了嘛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音提升气唱 这个月下的花耳朵若梦 只有那夜来下 吐露芬芳 这个灵感就出来 这首歌呢写得非常好 他就是把那个一种上海的一种 大度会的那种气派 那种夜景 那种情怀都写出来 你像 夜来乡 我为你歌唱 多大的一个气势 他抒情了 但是他呢 音语很广 他不是一般的那个 当时流行的那个歌曲 像周旋唱的 这音乐比较窄的 明歌峰呢 他是一个气势很大 而且有点花枪性质的 那么写了以后呢 他就放在那个资资楼里 他办公室里面 有个工作用的 就旁边写东西 草稿就放里面 那么将近有一个月时间呢 不断地有 这个不同的明信来 他诺音嘛 常常有明信呢 一来就在他休息室 一坐嘛 就顺便看看有什么稿子啊 那么很多人看了 觉得挺好 但是呢 他音乐太广 周旋看了也说也很好 就是蛮难唱的 后来李向南也诺音 也是随便看看嘛 随便看就随便哼哼哼哼哼 始终的版本 李湘岚 这是中国电影人物制上 一个不愿意被提及 但又绕不过去的人物 他是当时电影界和音乐界 都分外耀眼的明星 他拍摄了满映时期的许多电影 他演唱的《夜来香》等大量歌曲 然而他又是被日本人 操纵了多年的一个骗局 就像1937年到1945年间的 中国电影史并非空白的胶片 他记录了许多的故事 许多的人物 李湘岚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一直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对他还是个迷 我见到他就会想到 很多很多历史 还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歌曲 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很多是历史的误会造成 李湘岚原名山口梳子 其祖父是汉学学者 父亲受其影响定居东北 1920年2月12日 李湘岚在辽宁省瀋阳郊区 鼓鼓坠地 不久举家前往府顺 小学时因为一场肺病 他稀里糊涂地学起了唱歌 意思是说你要恢复的时候 最好能够唱唱歌了 唱唱歌这个气可以使肺部扩充了 他爸爸就叫他学那个日本的能乐 日本的民族音乐 李湘岚不喜欢 后来刘巴说 他认识一个俄国大剧院的 那个是一个歌唱家 叫叫波多利索夫的夫人 唱美声的 他说我介绍你去跟他学吧 那么一下子就跟波多利索夫人去学了 学了以后呢 他声音挺好嘛 那么后来他13岁的时候呢 波多利索夫人就 给他举行了一个多唱音乐会在家里啊 唱的时候呢 不晓得台下的一个观众 这个观众就是当时围满的一个日本的 一个什么科长 那么他正要找一个演员 这个演员呢 又能讲中国话 又能讲日本话 又能唱歌 就找李湘岚 李湘岚说我 我不愿意当演员 我是为了健康才唱歌的 最终 小山口叔子被说服了 他以李湘岚这个中国名字 登上了跌宕起伏的人生舞台 1931年 是为了健康才能演员 可是我也和满洲国同样是日本一手炮制的中国人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痛心 四年 只有十四岁的李湘岸之身来到当时的北平求学 寄宿在干爹讲 当时日本和中国的对立越来越激烈 学生中反日情绪日益高涨 李湘岚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的身世 1936年他在北京的时候 就跟了同学参加一个末岛会 就是岛年129运动死难的同胞 一块参加 参加的时候 大家谈到抗战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激动 那么有的时候马上要到 要去找国民党的政府参加抗战 有的时候到三北 要去找三北的红军去 这个上下抗战 那么轮到李湘岸 他就记得了不知道讲什么 最后他就讲了一句 我要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既爱自己的祖国 又爱他的故国 他的祖国是日本 他的故国是中国 现在祖国和故国开战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 我要站在北京城墙上 这不是想好了的 是一瞬间想到的 我当时的心情确实是那样的 站在城墙上 从外面打来的是日本枪弹 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的 不管被哪方打倒 我都注定要第一个死去 那也是最适合我这一身份的 决定自己的立场的潜在心理 1937年7月 中日之战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打响 一个月后 朱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正式成立 简称满硬 它是维满洲国管理电影设置 发行和放映的专门机构 李湘兰的特殊身份 很快就被他们相中 成为签约演员 马安影满洲国电影公司 成立完全是日本人控制的 那么当时这个满影就拍了好多 由他就是说很刻意去 把他捧成一位电影明星 拍了好一系列的宣传 日本当时的清华 或者是向东南亚这边进军的 一系列的那个电影 是故事片 但是它有很强烈的 这种政治的目的 满影是讲到这日本人手里 她的出品是宣传大东亚共用宣 共产共产的梅艺 是卖过电影 李湘兰是满影的第一批女演员 并很快成为当家花旦 她拍了很多风花雪月的娱乐电影 来宣传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人民 也有娱乐消遣 好在古迹上制造假象 来掩饰他们侵略的事实 李湘兰天生丽志 是歌影双气 李湘兰千篇一律就是扮演一种 中国女孩的一种角色 比如说我好像是苏州之夜吧 那么就是说这个女孩是个孤儿 就是战争的一个孤儿 然后她很恨日本人 然后她在医院里面的救护这些好多的这种伤病人 那么这个刚好就是有一个中国 有一个日本医生 年轻的日本医生 表现出一种无私的那种人道主义等等 那么就是说然后最后虽然那么恨日本人 这个李湘兰所扮演这个护士 还是被感动了 那么然后就觉得终于是可以合作的 从1938年的蜜月快车开始 李湘兰在满映先后主演了 富贵春梦 白兰之歌 迎春花 万事流芳 我的夜莺等十多部电影 这些影片也成为她日后被判为汉奸的罪证 1941年2月 李湘兰回到日本举办了个人演唱会 一个日本朋友给她写了封信提出告诫 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 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 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 歧视中国人的电影 李湘兰感到内疚 对于被隐瞒了的日本身份 她难以承受重压 1944年 李湘兰从满映辞职 客居上海 上海似乎注定是李湘兰命运的 一个巅峰和转折 也就是在这一年 夜莱湘和李湘兰在这栋小红楼 我还清楚地记得 灌夜来香那天的情况 李景光拿起了指挥棒 那轻快的前奏立刻倾泻出来 就在这一时 录音室玻璃的那面监听室 站着一位可爱的女郎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边 她就是女明星周璇 在主演了马路天使以后 成了最佳演员 我本来就是周璇的崇拜者 喜欢她的歌 所以在前奏钟了 刚要唱的时候 看见了我所羡慕的明星 不由地叫出了声 哎呀周璇 当然由于闯入了 这意想不到的感叹词 录音失败 一面是杀气腾腾 一面是歌舞生平 在刀光剑影中 李香兰的歌声 像掺和了迷婚药的葡萄酒 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 也在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李香兰的首唱版本 美声特点很突出 从容 优雅 舒展大气 成为当年歌坦的一阵新风 当时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歌 听上去耳目一新 它和周璇的唱法不一样的 周璇算是通俗唱法了 它是美声唱法 就唱起来这个 人家说她的歌声 像银铃般的歌声 就走红了 在上海走红了 李香兰在上海迅速走红 成为与周璇等齐名的顶级歌星 被灌制好的夜来乡 更是由上海传至华北 最终风靡了全中国 又由日本作曲家介绍到日本 并逐渐在全世界流行起来 李香兰凭借夜来乡一炮走红 演出的邀约纷至踏来 在一次巡演中 他再次邂逅失散多年的伙伴 正是这位儿时玩伴 成就了他独特的唱枪 也是这位伙伴 在他面临汉奸审判的时候 出手相助 李香兰《身世之谜》正在播出 1945年6月 李香兰在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 连开六场赌场音乐会 获得空前成功 华丽优美的夜来乡换响曲 是整个音乐会的高潮 也成为李香兰歌唱事业的高潮 他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音乐会 就在1945年 在大光明开了这场音乐会 这音乐会是我父亲陈歌兴 还有日本一个作曲家 叫《福布两眼》 他们一块指挥的 我印象当中有一首歌 我觉得当时印象很深的 叫《海燕》 《海燕》就是陈歌兴的作品 《海燕》我现在这首歌是 《海燕》是花枪女歌兴的 这个在很多同世代的歌兴里面 只有李香兰可以唱这首歌 演唱会的成功固然可惜 更让李香兰喜出望外的时 他找到了十三多年的好朋友 开完了以后快走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有人叫他 这个Yoshi Koja Yoshi Koja Yoshi Koja是他的小名 一看就是刘巴 他们已经三十几十年了 突然看到刘巴 刘巴怎么会去再看这个音乐会呢 就是看到那个海报上 这个是我的朋友 是个Yoshi Koja 他们现在叫李香兰 刘巴是李香兰 在十岁时结识的好朋友 当年就是因为刘巴的引荐 李香兰开始唱歌 之后也是因为刘巴的帮助 才有了活着的李香兰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年和李香兰一起拍摄 《万事流芳》的一些演员被逮捕 李香兰想到了自己特殊的绅士 坠坠不安 在小报上和女汉奸川岛方子 东京玫瑰的名字排在一起的 李香兰的名字是第一个 身为中国人 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 貌睹中国的电影 习助日本的大陆政策 背叛了中国 这就是我的罪名 当时的在上海的军事法庭 就是判他是汉奸罪 是这样子的 那么后来就说 他说我是日本人 谈不上是汉奸 那么后来那个法庭就说 你说你日本人要拿出证据来 正好这个时候 刘巴来看他 他说你怎么会是汉奸呢 你是日本人嘛 刘巴知道了嘛 但是现在要证明你是日本人 那怎么办呢 找不出办法来 后来李香兰突然想起 他们当时进来的时候 日本人一定要有几张出生针 那么他有这个出生针 就在他北京的他父亲家里 他说现在唯一救我的办法 就是我也拿到这张出生针 那刘巴说我知道了 然后过了不久呢 他们那个看官的人呢 就给了他一个玩具 是刘巴带给他 李香兰很聪明嘛 这个玩具他从小看的 那个在家里 他晓得里面一定是刘巴 放的东西嘛 把先拆开了 果然是那个出生针 所以刘巴到北京 特会去哪来的 这样出生针就救了他 李香兰在法庭上出示了这张证明 法官当庭宣布他无罪释放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是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大家的怒吼 他流泪唱起了歌 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 中国的一片深情 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 做了深深的忏悔 1946年2月29日傍晚 李香兰含泪挥别上海 乘船返归日本 港口的上空布满了通空的晚霞 在那一条条的浓密的晚霞陪陈下 一桩桩高楼大厦 黑乎乎地矗立在对岸 就在这时 意外的收音机 响起了上海电台播送的音乐 由于这个突然发生的情况 我的手紧紧地握着甲板的扶手 全身颤抖起来 那旋律正是我唱的夜来香 这该是命运之神 为祝贺我 特意给我演奏了这首 惜别的歌吧 又变回伤口疏子的我 低声地说 别了李湘岚 别了我的中国 我为你和他 铁来香 我为你治疗 他在战后 他还能 有一种反思的能力 能想到当时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是客观上是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了 那么其实觉得很后悔 很遗憾 那么所以他当他作为一个 日本的外交人员的时候 他是有出过一份力 来促进中日关系 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退休了 966年 退休他做什么 他说我现在专门研究现代史 我马上到北大 清华 北京四大 因为我是历史的建政人 他首先在回忆了说 回忆了中间揭露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清了中国的 一些罪行 因为他亲眼看到的在平丁山那里 而且在当时日本又一次的 在反华的时候 他在南京 大屠杀的监管前面讲 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忏悔 回忆到日本后的伤口梳子 先后在日本 好莱坞和香港拍摄了大量电影 后来又从事外交和新闻工作 始终致力于中日友好 毕竟 那个叫做李湘岚的中国名字 是他前半生的一个烙印 我为什么要演那些电影 为什么要以中国女明星 李湘岚的名字来演她们呢 到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并且感到十分羞愧 以至于有好几个月夜不安眠 以前我曾决心 把李湘岚这个名字埋葬掉 但四十年来 她却还时时映现在 我自己以及许多人的脑海里 一个被时代 被一种虚妄的政策 所愚弄的人 如果噩梦醒来后 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作为反思 或者加以说明解释 也是幸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